看一下 剛剛各位填寫的問卷裡面 到底填寫結果如何 其實可以看到 選課動機 因為我們這門課是選修課 基本上 分量也不會給大家太多東西 但是也不會太少 至少你要有一定的 我會希望你這門課程學完之後 至少你不要說雲端都不會用 也不會縮短網址 至少這是基本的 雲端不要說非常熟 但是以後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聊到雲端 你至少說這些東西我平常都在用 而且跟你的手機也可以互相串連在一起 你可以用得非常上手 但是我當然不希望你一定會成為YouTuber 但至少你要有 上傳影片的能力吧 哪怕是做一個兩個都沒關係 OK 以後的話其實 影片對於那個 我想 比你寫一篇文章的影響會來更大 現在誰來看文章 一堆文章就覺得跳過 有沒有影片直接看 所以你怎麼樣 可以建立影片 這個我想 請各位可以花一點時間想想看 另外 雲端硬碟這是重點 重中之重 OK 也就是說以後的Office 我們那個Word Excel Powerpoint 你如果說用那個 我們現在Office你一定只能在電腦上面作業 也就是說你以後 比如說你要用什麼 用我們的Word Excel Powerpoint 在這裡 那你必須要有一台電腦要安裝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在外面 而且我沒有 電腦啊 我要去找 手機這一個 對手 但是手機那個 我覺得手機上面的Espail很難用 反而 沒有什麼呢 沒有Google 這個來的好用 有沒有Google硬碟 所以呢 也許今天的話 我是希望說 請各位做一個練習 你看上面都有 我之前的東西 不過這邊的話 當然你可以點擊 一般其實 基本上 基本上每一個人他都會 你只要有個Google帳號 他都會免費給你15GB空間 15GB OK 除非說你這樣買 覺得不夠用 可能他再次購買 後面都有費用 每個月65塊 他給你100GB 不過也是相當好用 如果100GB的話 等於是有個隨身 隨身碟 但每個月都要付這個錢 200 甚至底下還有更多選項 2TB 每個月付這樣的錢 OK 那再來的話 今天也許多一個練習 請各位練習 第一個要熟悉雲端 這一個相關的應用 裡面當然你可以 怎麼樣呢 Google 文件 文件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 這個文件的基本上對應的就是 OBIS裡面的Word 這個是試算表 簡報 像我現在越來越習慣用這邊的 反而OBIS越用越少 OK 所以 新增 這邊 大家知道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剛剛特別提到的 至少你要讓我知道你會用這個 Google表單 然後再加什麼 把Google表單的結果變成一個 縮短網址 OK 那所以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是先給各位一個 一個練習作業 今天的話呢 至少熟悉雲端硬碟吧 OK 首先第一個呢 請各位 幫我思考一下 就是呢 待會呢 也許利用什麼 利用Google的那個 表單 然後呢 你也許可以調查一些 你有興趣的相關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呢 最好是 可以跟文學性有一點關係 比如說你想要調查一下 你對於那個 我舉例 比如說 你最喜歡的 那個什麼文學作品 有哪一些 這個地方的話你就請 主標題你就輸入什麼 我最喜歡 請問那個 你最喜歡的文學作品 副標題的話也許你就可以說明一下 就像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進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基本上呢這個就是 你的 問卷的名稱 底下的話呢就是 一些 次要的說明 主要 比如這個是 文學與數位 編輯應用的 學習問卷 那底下的話呢你就打一個 底下這個主要是做什麼用途 那接下來這邊有加號 這個加號主要就是說呢 你可以再增加問題 那問題類型特別注意喔 它基本上 總共就是會讓你有 幾個幾種 其實基本上 它會給你一堆的 就是選項可以用 那基本上 請各位注意一下 像我這個問卷裡面呢 只有用到 應該只有檢答吧 段落就是你要寫很多字的話 那還有選擇題 選擇題這個叫單選題有沒有 選擇題就是只能選其中一個項目 比如說呢 你最喜歡的 詩人是哪一個 比如說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等等等等 比如說還有其他幾個 請你選 那如果說呢 你只能夠選其中一個 那你就用選擇題 但是如果你要付選題的話 你就用核選 核選的話就是 我又喜歡李白 我又喜歡杜甫 通通打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 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喜歡那個詩人 請你 檢答一下 那你就是檢答部分就是 等於這只能回答一行 你不能寫太多 如果你要請他 請你詳細說明 那你就用 這個段落 OK 所以基本上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那分別的話 我就把這些問題一個 然後下一個的話呢 你再用加號 加什麼呢 這個就和弦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另外的話這邊底下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必填 這個東西如果說你把它打開 那表示說你這個地方是一定要填的 你就一定要讓對方填寫 不然他沒有辦法 就是按送出 按送出他就你這個沒有 空白不行 你一定要幫我填 OK 那其他的話呢 底下 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最後的話呢 你就是完成之後呢 那你怎麼知道說 那這個 問卷是OK的 已經可以讓別人去回答 最後記得 還有一個 布景主題 有沒有 像這邊你可以 這邊有個布景主題 制定布景 你可以換顏色 比如這顏色不喜歡 有沒有 你可以換顏色 這個有點像PowerPoint最後 背後的顏色 然後要不要加一個圖 如果你覺得這個圖 不OK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再選一個 再選一個 旅行 這個 看起來 這個還有動畫 選曲 然後他就加在背後 OK 背後就有一個 那最後的話 你OK之後的話呢 這邊把它插上 那你想說 老師那最後我這個問卷 我要怎麼樣 可以給 就是別人看到呢 其實最後特別注意 關鍵來了 記得喔 這邊不是一個眼睛 這個做完了 就點一下這個眼睛 請特別注意 做完之後點眼睛幹嘛 這個就是最後 給人家的那個連結 就是這個連結 OK 那你會發現喔 他的這個連結有沒有 看到的就像這樣子 就是已經做完了 就像我剛剛給各位的就是這個連結 那可是問題呢 這個連結你給對方 如果說他是手機上你要QR Code 如果是電腦上你給他這個這麼長一個連結他根本記不起來 所以怎麼辦 縮短 那縮短方法我剛剛講過 OK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 想 構思 請問一個簡單的問卷 那問卷呢你可以 跟文學性相關問題都可以啦 你想要問的 比如說你最喜歡的 女作家是誰 或者說你最喜歡男作家是誰 那可以是單選可以是複選 然後底下的話呢可以是什麼 可以是詳細問 就是說 減答一下 為什麼 然後 問題也不用太多 我只要是要了解大家 大家會不會使用Google表單 與縮短網址 OK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呢你需要找人家填寫 所以填寫的越多越好 那怎麼樣 表示說 你填寫的越多越好 就是說最後的話 我怎麼知道有人填寫呢 請特別注意喔 這個上面不是有一支筆對不對 如果我想看到呢 到底 大家填寫的結果如何的話 那我可以按 右上角這個筆有沒有 進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喔 他這邊就有個什麼 回復 關鍵地方 右上角 點擊之後 再點選這個回復 比如說像 今天呢有來上課的同學 就是這麼多了 57個 那我們這個課總共有66個同學選 所以應該講起來是不是有 九個人沒有填 那也是用另外一種形式的點名喔 OK所以我今天也許都沒有特別點 那如果你沒有填問卷 表示你應該沒有來上課 那之後的話我盡量 我也不會特別點 但是我會 用 其他方式 反正你就是用線上的方法幫我 簽到一下 這樣不用浪費大家 但是你不要說你沒有來上課 你在家裡自己簽到 之前就有同學被我抓到 我就上課 某某某 他有簽到但是人卻不在現場 這當然有點不太OK吧 我覺得誠信原則 OK 好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看 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填的東西 你們填的結果 那這邊就會顯示出來 怎麼那麼少 這有點出乎我的意念 OK 好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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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只是純粹玩笑性質 OK 不是很重要 當然 每個人都希望刷一下存在感 不過如果填這個選項的同學有加分 如果我填 我也要 OK 不是 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 沒有 這純粹 真的只是 玩笑性質 當然你做一件事情 你當然會 被 被 就是 能夠 被重視 OK 那其他的話 未來 有 有幫助 所以 我剛剛重點講的就是 你點了 左上 右上角之後 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到說這個這個表單的結果 這個 這個 這邊 問題 剛剛有 這邊吧 點過來 剛剛先眼睛 眼睛這邊就會有個 筆 然後這邊有個 回復 有沒有結果就出來了 那其實將來你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給我 其實剛剛有個複製 複製圖有沒有 那你可以複製之後有沒有 可以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我們的那個Google的什麼呢 文件 這邊應該 新增一個Google文件 建立並共用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結果 所以最後請各位注意一下 每一個都會有圖對不對 這個圖你可以幫我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將來的話 這個就是我要的結果 比如說第一個選客動機 然後呢 第二個你就再把什麼 把這邊再複製一下 他可以 比如說你們可以改一下 我最喜歡的女作家 幾個選項 不是有圖表對不對 那請各位呢 再幫我把它貼到這邊來 複製貼過來 因為我最後是想要看一個視覺化的報表 什麼叫視覺化報表 就是說 最後我一看就知道了 你不用跟我講 哪一個最受歡迎 在你的朋友圈裡面最受歡迎 OK 因為老闆最喜歡看這張 不要跟我講一大堆 我要看真平實去 OK 所以這個也是做報表的一種方法 所以請各位 這個地方也許先試試看 最後這邊有沒有 這邊是一個派圖 比例有沒有 有沒有 在為自己的將來做準備 也是像早上有問過 也是給爸媽養還是這一個同學 我待會想要看一下這同學是哪一個同學 對 對爸媽養 然後不知道 很急 也然後 不知道 還不急的 占一半 然後已經有充實的話 占百分之三十六 然後 準備法研究所大概有 百分之八點八 OK 其他的話呢 其中期末的方式 最多的好像還繳交問卷 假交報告 再來的話就是 上機測驗 也許大概跟早上的模式差不多吧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再把重點講一下 一 請你思考一下 這上面的問題 並且利用這上面的功能 大概不用太多 你就直接呢 主要是利用 大概 簡答吧 簡答 跟段落 選擇 跟何選 這上面就OK了 如果底下的部分 我建議你暫時如果不熟 你先不要用 但是 如果你已經覺得 上面太簡單了 沒有辦法展現 你對雲端的熟悉度的話 你可以用下面的 OK但是要用得好 你不要用得很糟糕 然後最後 那個 實在是不很OK的東西給我 那當然 我就覺得你導步不要用 底下的東西還蠻好用 像選日期 選時間 好等等的 還可以上傳檔案 下載檔案 OK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做完這個問卷 問卷名稱的話 自己去想 跟文學性有關的 比如說你最喜歡的 文學作家 文學作品 或者是 文學的朝代 或者是文學的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跟文學最好有關 可以嗎 大概五到十題都OK 也不用太多 五到十會太多 大概五題左右吧 份量大概五題左右 其實我也蠻關心的 文學相關的東西 你對於 文學 要怎麼樣把它做 實用性的 連結這個問題 會蠻感興趣的 比如說將來 一些課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 變化或者翻轉 或者是說早上我們上的那個課程 就是 文學院的學生是否需要 就是 在學習程式設計 其實會蠻感謝 像早上就 同學就提到說 他其實也不太知道為什麼要加這個程式設計 所以他修的優點是 不知道所以 這個也許你也可以去思考 只要跟那個 文學院相關的問題有關都可以 大概 五個左右吧 但沒問題吧 會不會太少 會不會太多 不會OK 然後最後記得 按眼睛之後 然後最後我需要看到的一 就是你要給我一個 短的網址 不是這個網址 短網址 OK 所以也許我最後要一個短網址 第二個的話我需要一個什麼呢 QR Code OKQR Code記得 你就是 你怎麼給我都可以啦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貼到Word裡面 再把QR Code也貼到Word裡面 都沒關係 乾脆可以把這個網址貼到 貼到文件上面也可以 比如說這個網址你可以把它 複製起來 貼到那個什麼呢 貼到這個Google文件 這個文件 然後這個是網址 然後 最後的結果你可以把它貼到底下 這個是問卷內容 然後底下的結果 然後最後的話呢 你就寫一下這個名稱 並且一樣共用一下 這邊其實文件也可以共用 你可以把這個共用 這個再把它 複製 然後一樣給我個短網址 現在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